如何喂狗子吃药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不过马蹄自有妙计 只要用奶酪包裹住 狗子就会乖乖的吃下去 侯莫竟然和狗子想吃的 简直太没节操了 就在这时 房子突然震动起来 无数的大型车辆从门前经过 这些好像都是媒体的直播车呀 春天镇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吗 此时电视上正在直播春天镇市长的丑闻 今天他为27位女性提起了亲子诉讼 好家伙 平时的生活也太丰富了吧 市长对于今天的情况并不担心 只要他在本地媒体的面前 展现出善良和友爱 这些记者就会被糊弄过去 然而没有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这次来的除了本地的媒体之外 还有知名的全国性媒体 女记者仍旧追问关于丑闻的事 这还真是不识趣呀 就在这时 电视前的马蹄惊喜万分 这女记者竟然是她的同学克罗伊 不过随即又很失落 当年的同学成了万众瞩目的记者 而自己也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老同学多年未见 马蹄决定去叙叙旧 丽莎对此很支持 她可是很崇拜这些春天镇 走出来的成功女性 克罗伊听后谦虚的表示 世界那么大 应该去看看 只有没出去的人才会留在小城市 哦不对 不是针对你马蹄 而是这座城里的其他人都很垃圾 这天晚上 克罗伊邀请辛普森家共进晚餐 席间 红末对她的肉串赞不绝口 这是她在家里吃过最棒的美食 马蹄听着吹谎有些吃醋了 克罗伊表示 这是她在伊斯坦布尔学的 作为一名知名的记者 她经常全世界的飞 经常见到那些知名的人士 一直待在春天镇能有什么出现 这样一番凡尔赛的发言 让马蹄很不舒服 有的人留在家乡打拼 也会让家乡变得更好 红末对此不屑一顾 算了吧 他们没搬走 是因为这个电子脚镣 马蹄看到红末自爆其丑 更生气了 这简直是让自己在老同学面前丢人 丽莎恰恰相反 她很崇拜克罗伊这样的成功女性 就连对方用过的碗都觉得很高级 马蹄听到孩子的吹捧 不由想起了高中的时候 当时她和克罗伊都是校报的记者 他们一起潜入厨房 拍到了厨师家料的照片后 一举成为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人生来到了岔路口 马蹄选择为了爱情留在春田镇 克罗伊却选择了追求事业 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不同的人生 这天正当马蹄清理浴室的时候 丽莎兴奋地告知克罗伊获奖了 还要邀请她一起去参加媒体晚宴 马蹄听后有些失落了 她勤行恳恳地做了这么多年家务 怎么就没人颁奖呢 人生不同的际遇让马蹄很焦虑 她时常幻想着 如果当年换一个选择 她的人生会不会也像克罗伊一样精彩 侯莫听后联盟安慰 你可是咱们家的支柱啊 如果你仍旧觉得心里不平衡 那不如就把咱们小女儿的名字 改成克罗伊吧 深夜 克罗伊终于把丽莎送了回来 马蹄看到女儿这么开心 很生气 克罗伊这样是在炫耀她的人生 贬低她这个母亲吗 说着两人就打成了一团 今天的事让马蹄很愧疚 她只是喝酒之后有点难以控制 丽莎听后也选择了原谅 不过克罗伊说 要去参加联合国的妇女大会 她可以一起去吗 马蹄听后果断地拒绝 第二天清晨 丽莎来到了酒店门口 趁着克罗伊不注意 偷偷地藏进了后备箱里 迟迟没有见到丽莎起床的马蹄一惊 糟糕 丽莎逃走了 他们必须要去追回来 可与此同时 克罗伊接到了一个电话 春天镇的火山要爆发了 现在必须赶去直播 在这样的巧合之下 马蹄和她错过了 眼见着火山爆发 丽莎两人被严强围困 克罗伊表示 作为记者 即便死也要轰轰烈烈的 另一边 侯莫和马蹄赶到了妇女大会 来这里参会的全都是女性 哦哦不对 我不应该预设她们的性别 就在这时 马蹄发现了电视上的直播 丽莎竟然被火山围困了 侯莫和马蹄赶到了火山现场 可此时 丽莎她们却已经被围困了 根本就没办法救援 就在这样的危机关头 马蹄毅然跳了下去 利用超强的平衡能力 救下了丽莎 这也就是母爱的伟大 与此同时 一架飞机突然出现 将克罗伊给救了起来 来人竟然是她的前男友 太让人感动了 为了表示感谢 可以把一次同情的萝卜